动动拐联手沙马特少女抽丝剥茧 揭开了某家族丑陋的内幕 这就是今儿要跟大伙聊的悬疑惊悚影片 龙温深的女孩 千禧年杂志的发行人兼首席财经记者丹淑最近探上官司了 由于麻痹大义加上没有做深入的调查 就发布了一篇揭露某公司老板大壮的文章 导致大壮一怒之下就把丹淑给告 丹淑最后因证据不足出了官司 这件事对丹淑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 她不仅赔光了所有的家店 连自己创办的杂志社眼瞅着也要扛不住 春花是一个歌特式的黑客女孩 少言寡语特立独行 12岁的时候因为差一点把亲爹给烧死 从而被医生鉴定为在精神上有问题 虽然目前已经23岁了 但依旧需要在政府部门指定的监护人的监网下活动 这春花别的本事没有 玩电脑那叫一个溜 甭管谁家的网站分分钟就能黑进去 关于丹淑和大壮打官司这件事 春花也一直密切关注 她觉得大壮这孙子肯定有问题 丹淑之所以输了官司 主要是因为证据不足 本着承恶扬善的原则 春花决定利用自己的特长对大壮展开调查 那么春花为什么会对丹淑的事改进去呢 原来她目前受王大白的委托 正在调查丹淑的情况 这王大白家是瑞典的名门望族 不仅钱多糟心事也不少 大概在40年前的某一天 也就是1966年的9月24号 王大白家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股东生宴 那天正好也是游艇俱乐部秋季游行的人 王大白的侄孙就是东梅和几个同学去城里观看 东梅两点多回家之后 心事重重的想跟王大白聊几句 可当时王大白因为事多 让东梅等一会 不料几分钟之后出事 一辆拉着危险品的汽车侧翻在这桥上 傍晚一家人吃饭的时候 王大白发现东梅不见 而且一连几天再也没出现过 报警之后 全家老少和警察们开始寻找东梅 可学悟了半天也没找到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东梅很可能已经领了河畔 这件事在王大白的心里搁了四十年了 把老爷子可折磨得不清了 为了查出东梅的死因 王大白雇佣了一脑门官司的丹书 希望丹书能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作为回报 王大白不仅会给丹书一大笔钱 而且还会把丹书的死对头 大壮的黑材料交给丹书 原来这个大壮啊 以前在王大白的公司干的 因此大壮过去干的那些 见不得人的事 王大白全面请 对丹书来说 钱不钱的吴小卫 把大壮扳倒 才是他现阶段奋斗的目标 所以他很痛快的就答应 王大白一共弟兄三个人 大哥是个纳粹 很早就挂掉了 二哥也是纳粹 虽然还活着 但基本上属于狗言残喘 坐吃等死的状态 那个失踪的东梅 就是王大白大哥的孙女 也是王大白侄子狗圣的闺女 狗圣作为王大白 他大哥唯一的儿子 可以说为家族出了不少力 但狗圣身上的毛病也不少 不仅好色而且还酗酒 凭着一张漂亮的脸蛋 整天招猫都无需化为了 终于有那么一天报应来了 狗圣因为酗酒 在1965年的某一天 掉进河里咽死 狗圣一共有两个孩子 除了东梅还有一个儿子马丁 目前家族的业务 都是马丁在打理 在调查的过程中 王大白送给东梅的那个笔记本 引起了丹书的注意 尤其是上面写的名字和号码 似乎代表着一些人和事 晚上丹书来到马丁家 作为东梅的哥哥 马丁声称东梅失踪的那天 他是乘坐下午四点半的火车道的家 因此这里边很多事他并不清楚 春花的监护人有病住院之后 政府部门又给春花找了一个新的监护人 这个大胡子是个人渣 由于春花所有的开销 都要经过监护人的发放 因此大胡子就想趁火打结 占春花的便宜 而且居然还得逞了 为了进一步了解东梅的情况 丹书来到伦敦 找到了18岁就离开家的冷淡姐 这个冷淡姐是王大白二哥的小闺女 虽然是东梅的表姑 但两人的年龄差不多 由于是同龄人 冷淡姐和东梅的关系特别好 不过丹书在冷淡姐这儿 也没问出关于东梅的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东梅到底死没死他也不知道 春花是个有仇必报的女孩 浑身充满了叛逆的力气 吃过大胡子亏的他岂能山马甘修 很快就以其人之道环制其人之身了 丹书在调查的过程中 通过照片发现了一些蛛丝麻迹 四十年前的那天 东梅和同学们去观看游行的时候 似乎是看到了马路对面什么恐怖的东西 显得非常的害怕 随后丹书通过东梅笔记本 张的那些名字和号码 在旧约的立威记中找到了一些线索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丹书感觉自己一个人有些力不从心了 因此他向王大白的律师 提出增派一个助手 律师当时就答应了 然后就把春花派给丹书当了助手 丹书把自己所掌握的材料 展示给春花之后 春花马上就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这个极度厌恶男权社会的女孩 发誓要查出东梅的死因 作为一名黑客 春花可以在网上找到任何他需要的资料 因此他很快就发现 东梅笔记本上写的那五个人名 都是被杀害的女孩 除此之外 春花又发现了另外三名被害的女孩 这些女孩被害的原因 都跟立威记中的内容有关 换句话来说 凶手一直是按照圣经的指示在杀人 类似于七宗罪的内容形式 为了搞清楚东梅在观看游行的时候 到底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丹书拐弯抹角的找到了 当时在东梅身后正在照相的龙套姐 40年过去了 当初的龙套姐现如今已经成了龙套婶了 在龙套婶拍摄的照片中 丹书看到了一个被气球挡住大半个脸的年轻人 丹书傍晚正在到处瞎溜达的时候 远处突然有人冲他开了一枪 这一枪虽然没有打中要害 但也让丹书伤得不轻 不过这一枪也证明了两点 一是说明凶手就在附近 二可以说明 丹书距离真相是越来越近 由于丹书太有魅力了 春花这个看上去冷若冰霜的女孩 对丹书是一见钟情绪把握的 俗话说轻伤不下火线 两人聊着聊着就开始蛮干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走 丹书发现春花居然给他做了早餐 这完全不符合春花的气质 吃完饭 丹书和春花兵分两路展开调查 丹书找到了王德白的二哥 也就是那个混吃等子的纳粹 在二哥收藏的家人照片里 丹书看到了一张马丁模糊不清的照片 在王德白公司的档案馆里 春花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那几个不同地区女孩被害的时候 马丁和东梅的老爸狗胜都刚巧在那里 换句话来说 每当狗胜代表公司去往某地攻干的时候 那个地方就会有女孩被杀害 由此春花认为 这些女孩很有可能就是马丁和东梅的老爸狗胜杀的 但有一点春花始终没搞清 那就是最后一个受害的女孩死于1967年 而马丁和东梅的老爸狗胜1965年就掉进荷里厌子 丹书经过比率 发现东梅当年看到的那个令他害怕的人 居然是的哥哥马丁 而当时的时间是下午1点多 丹书清晰的记得 不久之前马丁还信誓旦旦的跟他说 那天他是乘坐下午4点半的火车回到家 既然4点半才上了火车 那么怎么会在1点多出现在游行的现场呢 很显然的马丁这孙子撒谎了 除了这个 马丁身上还有一个更大的一点 那就是最后那位被害女孩衣服上的图标 跟马丁衣服上的图标是一模一样 换句话来说 最后那位被害女孩和马丁是同学 晚上趁着马丁不在家 丹书偷偷的溜了进去 目的是想找到马丁干坏事的证据 可没想到马丁很快就回来了 此时的丹书显然没有007那会儿的神兽秘密集 在逃跑的过程中不幸被马丁给看见 马丁不仅没有揭穿丹书 而且还热情的邀请丹书到屋里坐坐黑一杯 这丹书也傻乎乎的 没料到这是个圈套 很快就被马丁押送到了密室 并且被五花大王吊了起来 春花经过进一步的分析 也发现了马丁身上的一点 于是他急忙回去找丹书 可丹书根本就没在家 他调出监控一看 发现马丁居然偷偷摸摸来过 于是他马上就明白怎么回事 丹书被马丁控制之后可遭了大罪 为了让丹书死了明白 同时也给观众一个交代 马丁承认了一些事 原来马丁和他老爸狗圣都是变态杀人狂 1965年之前的女孩全是狗圣傻 狗圣掉河里淹死之后 紫城复业 马丁又接手了他老爸的工作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跟消失的东梅有几毛关系 这查来查去 到现在东梅依然是活不见人死不见死 甚至连马丁也不知道 他妹妹是死的时候 两人聊得差不多之后 马丁打算对丹书下毒手 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春花及时出现 上去就把马丁给做梦圈了 趁着春花解救丹书的机会 马丁开着车撒子聊了 但恶人自有天收 马丁最终因为操作失误 连人带车一起搁的屁 丹书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东梅如果真的还活着 那么知道他下落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东梅的表姑冷淡姐 为了验证自己的推断 丹书等人来到了沦村 趁着冷淡姐外出没回来 春花和他的黑客朋友 潜入冷淡姐家抓了监控 等冷淡姐到家之后 丹书敲开了冷淡姐家的门 把马丁的死讯告诉了冷淡姐 这招叫打草惊蛇 如果冷淡姐知道东梅的下落 那么他肯定会把这个消息 传递给东梅 不管冷淡姐是通过电话 还是网络通知东梅 春花这边都可以发现 但奇怪的是 冷淡姐一晚上都没有任何的动静 据此春花认为 东梅很可能是真的死了 不过丹书的脑洞比较大 他灵光一闪 马上就有了一个大咱的想法 转过天 丹书找到了正在上班的冷淡姐 原来这个冷淡姐居然就是东梅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东梅当年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 这件事要是说起来 其实就是王大白家族的耻辱 原来东梅的老爸狗圣和哥哥马丁 全都侵畔过东梅 刚开始是东梅的老爸狗圣 后来有一天晚上 东梅趁着狗圣喝醉 上去就是一门棍的 狗圣当场就掉进河里淹死 而这一幕刚好被他哥哥马丁也看见 从此之后 马丁紫成副业 把魔爪伸向了自己的妹妹 后来王大白把马丁送到了城里的学校 东梅本以为这下自己得救了 可没想到马丁阴魂不散的 还整天纠缠着他 于是他心一横 在表姑冷淡姐的安排下 两人开着车 离开了这个变态的家庭 后来冷淡姐和老公因车祸去世之后 东梅便一直以冷淡姐的身份生活着 丹叔带着东梅回到了老家 见到了他爷爷王大白 丹叔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王大白也把自己所掌握的 关于大壮的黑材料给了丹叔 丹叔看完这些材料之后 差点把鼻子给气外 原来这些材料因为年代久远 早就过了追溯期了 这个时候春花跳了出来 说自己一直在追查大壮 并且已经掌握了大壮洗黑钱的犯罪证据 在春花的帮助下 丹叔终于闲于凡身 恢复了自己的命运 为了能让大壮彻底复发 春花利用高科技手段 侵入了大壮的账户 并且伪装成大壮的亲戚 故意把大壮的赃钱给转移走了 最后的结果是 大壮的钱不仅被春花给偷走了 自己还背账了转移赃款的罪名 影片的最后 深爱着丹叔的春花 本以为能和欣赏人修正着我 但没想到丹叔居然还是 跟他的情人走在一起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变态全是精神病 随时可能要你病 表面看着挺斯文 其实根本没人性